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挑战更加更加复杂的例子了 那么我们就随便画一个 我画条探链 画这样的好了 就和以前那些例子一样 首先找最长的探链 我们可以从这边开始数 12345678 或者是1234567个 错了 或者是从这里开始 123678910个 这才是最长的链 我把它涂成绿色的好了 所以最长的主链是绿色这条 那这鬼丸 抱歉主链上有10个探 10就是鬼 而且它是个丸厅 全部是单键 所以我们可以先写下股价 鬼丸 然后这里有个集团 集团里有12两个探 连着主链 二就是乙 所以这个叫乙姬 姬表示它是 一个连在主链上的集团 所以这个叫乙姬鬼丸 但我们必须要拖出乙姬的具体位置 而且我们希望它的刺猬号尽量小 所以从最近的一端开始编号 就是12345 所以这是五 乙姬鬼丸 现在我们把它弄得复杂一点 我来复制粘贴一下 复制 粘贴 放这好了 我把这个分子弄复杂一点 我再加一个乙姬吧 假设这里还有一个乙姬 好了 这个叫什么 最长的链还是 绿色那条 所以还是鬼丸 但是现在我们有两个乙姬 一个连着五号态 12345号 然后一个连着六号态 所以应该写 你可能会想写出 五乙姬六乙姬鬼丸 这也不能说错 但是这个名字比想象中 常了一点 其实是五六二乙姬鬼丸 五六表示主链杀 连着乙姬的两个态 然后二表示有两个乙丸 乙姬错了 不是乙丸 两个乙姬 一个在这 一个在这 接下来继续挑战更难的 我们把它再弄得复杂一点 复制粘贴一个 编辑粘贴搞定 粘贴在这 放下面好一点 还是这玩意儿 不过我们再加一个集团吧 假设是这个样子的 假设在五号碳上 在这里的六号碳上吧 有一个长成这样的集团 这个叫什么 现在我们把它拆开来看 股价不变 所以还是鬼丸 一步一步来 我们知道这个是个乙姬 在五号碳上 所以是五乙姬 这是另一个乙姬 在六号碳上 所以是六乙姬 然后这里有个集团 那么这个集团有几个碳呢 有一二三个碳 有三个碳 那么我们会叫它丙姬 不过注意到 主链连着一个碳 然后分出两个分支 其实就是直接就分叉了 那么我们可以叫做这个重丙姬 这个东西我们既可以叫它重丙姬 又或者因为它连着 主链直接连在分叉上了 因为它是个丙姬嘛 主链和分叉直接相连 因为只有三个碳 只是解释一下 这是重 因为它连着两个碳 不过大家一般不叫它重丙姬 通常叫翼姬 翼表示的是这个形状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集团 它就叫翼丁姬 因为有一二三四个碳 而且连着这里 这是主链和它连接的地方 那么如果我有一个这样的集团 它就叫翼丙姬 这有一二三四五个碳 连接的地方远离分叉 如果离分叉再进一步 连接的就会是这样的东西 就是我们一开始连的集团 这叫翼丙姬 翼丙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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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翼 翼就像是Y 最好继承Y 而且连着Y的底部 丙姬的时候连的其实是个V 不过你理解就好 所以它的习惯命名是翼丙姬 如果我们想用系统命名 可以从连着 我来换个好看颜色 连着主链 连着的这个碳 然后直链一共是两个碳 既然是两个碳 那么这就是乙姬 然后你可以说有一个甲姬 连着第一个碳 所以它是一甲姬乙姬 所以这个既可以叫做一丙姬 也可以是一甲姬乙姬 两个名字 我把这个括起来 不管叫哪个名字 它都连在六号碳上 所以前面是六表示六号碳 这有一个一甲姬乙姬 甲姬连在乙姬的第一个碳上 甲姬连在乙姬的第一个碳上 或者我们可以叫它六乙丙姬 因为连着六号碳 好了搞定这以后 我们怎么我们要来组合乙姬和乙丙姬了 这些都要写在鬼丸前面 我们怎么决定乙姬和丙姬先写哪个呢 好了这里的规则就是看字母 前面的这些数字集团呢没有影响 只要比较丙姬的P和乙姬的E 乙姬的E在字母表的前面 所以先写五六二乙姬 尽管二的D没有D在E前面 但是你不用管它 要看E 二乙姬 然后是 六乙丙姬 这是它的习惯命名 六一丙姬 鬼丸 这是习惯命名 如果我们要换成系统命名 就把六一丙姬 换成六一甲姬姬 我写下来吧 用复制好了 粘贴 把这个也复制过来 粘贴 就变成了 五六二乙姬 六一甲姬乙姬 我知道大家看到这个头都晕了 不过你可以把它拆开 可以按名字画出结构式 最后结尾是鬼丸 希望这些例子没有难倒你 下集我们还会做更多的练习 因为我觉得对于 有机化学的命名法 例题越多越好 这真的很重要 这样以后别人提到复杂的名字 你不会一头雾水 像五六二乙姬 六一甲姬乙姬 鬼丸 这下集中 我们下集中 我们下集中 可以按摩 看到了 我们下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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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 我们下集中